最后再介绍一个台湾之光 还有还有 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是 真的不像 好想买 他其实大概是 民国前四五年 就创立的一个 民国前 我们那个年代 小学要写毛笔 要练毛笔 台湾的毛笔 几乎都来自他们家 就是台湾的笔墨专家 然后呢 其实 他的刷子 对 他本来都是做毛笔的 然后到了大概十年前之后 他们就转型 因为现在比较少人写毛笔 所以他们就转型 想说我有这么好的一个 刷毛的技术 那我不如来做一点 跟美有关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彩妆刷 而且这彩妆刷 其实是台湾很多 彩妆师们的最爱 因为他们呢 把他们用毛笔的技术 这个刷毛的技术 做成刷子 所以刷子还是很好刷 老师拿了那个 那个小的那个 就是刷粉刺的那个 对对对 我不是有一颗那种 十年十几年的 成年粉刺在胸口这边 我的那个整形医师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帮我打了针 然后也都怎么样都弄不出来 结果老师就是给我一组这个 真的吗 用出来的 真的吗 用出来的 就是那个黑头粉刺是伸到就是 哇 怎么 它的原理 因为我本来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东西 我怎么可能这样一刷刷刷 它就会出来 但它告诉我说 因为它的毛细到就是说 像我们拔萝卜 我们不可能这样拔 直接拔起来 你怎么拔都拔不起来 会断掉 会断在里面 所以那个土就这样包起来 整个就 它那一个还在里面 那个根还在里面 所以他就说它的毛细到就是 我们拔萝卜要先这样 摇一摇 土弄松 有没有 上下左右左右左右 前后左右把它弄松 然后再慢慢慢慢把它拿起来 它的原理也是这样 它那个毛细到就是进去那个毛孔 把它弄松 把它弄松 弄松以后就轻轻一推就起来了 是吗 你看 所以它是做两层 而且我才刷大概不到一个月 真的 它是做两层的 所以就像清美姐刚刚讲的原理 它外面的这一层毛 因为很软 它就去松土 把那个土推动 里面的这一圈比较硬的毛 就是直接去刺激你的那颗粉刺 让它赶快的往外 自己会跑出来 它就会跑出来了 然后你只要看到它的头 就是不能干刷 你要用一点点那个 对对 清洁或用温水 你们看 这是就是连医生都挤不出来 温水 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而且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 所以很难 很危险 对 靠近是不是 对 然后这是用完的第三天 开始变大了 有没有 有 有 这是第三天 因为它已经开始松 里面开始松动了 然后 为什么 因为它松了 这是第四天 变大了 对 这是上个礼拜 整个干净了 整个干净了 变大了 虽然变大了 有没有 洞变大了 但是它变大了 它变大了 变大了 变大了 那那个粉刺的 粉刺掉出来了 所以就开始做收斂 那个 就会把那个毛 然后现在变这样 好痛 这样 好 好 这个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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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现在变接 好 这个 现在有一点红红的 有没有 对 就已经没有 黑色的干净 黑色的干净 因为它已经开始 就是里面干净了 它开始在松动 对 这次几串 你就不能够在那边 就不管它 你还是要拍那个 收斂的一些那个化妆水 或者一些毛孔细致的精华液 对 让它那个毛孔可以收起来 我本来没有想要拍 是因为我那个整形的医师 叫我要拍给他看 他说这个太神奇了 他连他都没办法 对 他都没办法 本来他想要开刀 就是说把它挖出来的 他怕说我以后乱一穿礼服 这里有个把 所以我没想到说 那个台湾时光这么厉害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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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瞎 好强 谢谢 还有这边 谢谢 好开心 谢谢